距离地面300米高的玻璃廊桥 带大家感受一下 哇 我把相机放到地上去 是不是视野很不一样 在我脚下面的每一块都是钢化玻璃 之前还有外国人不相信中国的钢化玻璃的质量 拿锤子过来锤 结果安然无恙 我身后这个雕像是土家族的德济凉凉 前面还有一朵荷花 但是我不明白为什么要在这里放一朵荷花的雕像 不对 我脚下的是大屏幕 这个大屏幕按道理说走过来的人会听到咔嚓一声玻璃破碎的音效 给人造成一种很紧张很害怕的情绪 这底下还有紧密 来表演一个 这脚下都是大屏幕 这个大屏幕什么时候会酿 晚上才会酿 看来我们中午感受不到了 那么可以等到晚上再走 你在开玩笑 下面就是我们经过的村庄 这边海拔简介上说的是离地面三百米 三百米也很高了 这边就是尽头了 怕不怕 怕 你说不怕是不可能的 大家可以看到我的脚下都是空的 你不害怕吗 我超级害怕的 我只是表现得很淡定 其实很有安全感的 钢化玻璃是很硬的 全球钢化玻璃最好的 中国排第二 没有人排第一 其实这个地方风还很大 大家看国旗飘荡的样子就能感受到很凉快 欢迎各位小伙伴来宜昌旅游 这个方山我已经帮你们打卡过了 这个玻璃廊桥确实还是值得过来感受一下 我们准备去下一站 工作人员跟我们说从这边走到索道那里还要走40分钟 而且是按他们的速度 按我们正常人的速度估计要走一个小时 这有什么好怕的 其实真的不怕一点都不怕 再如果两边没有栏杆那才恐怖呢 我准备玩一个很花哨的镜头 旋转360度准备 上去 现在是最上面 然后缓缓的下降 这个镜头肯定很精彩 坐锁到下山 谢谢大家